话说在很久以前 怪石凌勋的钻石眼中住着一位美艳妖娆的公主 据说公主非常邪恶 前来求婚的王子最后都有去误会 今天就为大家分享这部风格约点鬼绝的 杰克斯洛伐克爱情奇幻电影《第三个王子》 话说在很久以前 有一位年轻英俊的王子金德里奇 金德王子爱上了话中一位美艳之际的公主 他于是不顾父母反对 非要去寻找这位美丽的公主 结果这一去王子就杳无音信 再也没有回来 失去了唯一的孩子 国王和王后从此整日愁眉不展 有天国王和王后观看街头艺人的表演时 一个美丽的基布赛姑娘 说她可以预测未来 她向王后索要了一枚戒指 然后就告诉王后说 今晚的渔眠 渔王里只会捕捞上来一条鱼 王后要顿了那条鱼 吃完鱼后将鱼骨埋在花园 然后将鱼头和鱼汤喂给母狗和母马 如此一来 一年之内王后就可以重获幸福 三点之后 王后的那个王子就可以回到她的身边 一开始国王并不相信这个女子 结果这天晚上 渔眠果然直捕到了一条鱼 王后于是按照基布赛女子所说 一一照做 于是在一年之后 母狗生下了两只小狗 母马也生下了两笔小马鞠 王后则生下了一对双胞胎王子 那些鱼骨埋到花园以后 竟然长出了两把宝剑 有了这两个王子 国王和王后的脸上终于有了笑容 而且王子们长得非常快 一年就相当于普通人七年 不过其他方面 两兄弟倒和普通人并没有什么两样 同样是调皮淘气 喜欢打打闹闹 有天弟弟斯拉夫突然在虎中看到了那位 街头一人 结果他去追逃个姑娘时 不幸落入水中 差点丧命 就在这时 弟弟斯拉夫的宝剑就开始有了秀机 等到斯拉夫苏醒过来以后 宝剑的秀机又消失不见 这让兄弟俩突然意识到 当他们的生命有危险时 他们的宝剑就会生锈 一段时间以后 两个王子全都长大成人 国王决定让两个王子尽快结婚 并选一个接班人 小王子斯拉夫勇武过人 但性情有点落头不济 他只喜欢普通女子 对这些王室的公主毫无兴趣 就在这时 二王子贾克米尔 被一幅画里的公主吸引 国王见此非常的生气 因为当年大王子基纳里奇 就是米上拉这幅画里的公主 现在怕是已经命伞皇权 国王因此相信 画中的公主一定是非常邪恶 本来这幅画一直放在塔楼 不知是谁又拿了出来 但是当王后将画像放回塔楼时 他发现一模一样的画像竟然有两幅 当初迷惑大王子的画像 早就已经不满尘埃 显然这幅一模一样的画像 是有人新送来的 国王怀疑 送画的人就是那群神秘的街头艺人 所以国王就下令 将那些外国艺人全都关进了大楼 但是二王子雅克米尔却觉得 他们兄弟的出生和三年的快速成长 这本身就非常离奇 所以这些事情之间必有某种联系 而王子雅克米尔于是偷偷释放了那些街头艺人 当年那位预知未来的姑娘 有感于雅克王子的善良 他于是告诉雅克王子说 画里的那位公主依然活着 只是她的国度受到了诅咒 一切都变了模样 就在这时 愤怒的老国王扎回了那两幅画 但雅克王子早已下定决心 发誓要找到这位公主 弟弟斯拉夫担心兄长的安慰 不想和他一同前往 结果两日出发时正好被父亲发现 父亲让他们必须留下一个 以免亡国将来后继无人 国王与世开出条件 射箭射得最远的才能离开 本来这次比试 勇勿过人的斯拉夫肯定能战胜哥哥 但是斯拉夫知道哥哥亚罗米尔已经追入爱河 为了成全亚罗米尔 斯拉夫故意将剑射在了脚下 而且斯拉夫还和亚罗米尔交换了宝剑 这样一来 当亚罗米尔有生命危险时 他就能第一时间知道 临走之前 父亲特意送给亚罗米尔一枚戒指 并劝他忘掉画中的公主 另找一位合适的公主 但是亚罗王子一心只想寻找那位神秘的公主 而且他的坐骑似乎是老马师徒 竟然知道路怎么走 就在这时 亚罗王子遇到了一支外国的商队 商人向王子推荐了一套镀金的镇皮马鞍 据说附近钻石岩的公主非常喜欢他的货物 商人本来想告诉王子一些事情 但王子急着要去寻找公主 最后只是买下了马鞍 也没有再听商人的话 走不多时 亚罗王子就来到了一处巨石林立的山区 这里用命昏暗 空无一人 简直让人毛骨悚然 结果就在这时 画中的公主突然出现 只见他骑着白马 面容阴冷 也不回答王子的问话 王子于是追拉过去 穿过迷宫一样的十年以后 亚罗王子来到了一个 见在掩饰中的宫殿 见到公主时 公主冷冷的说 他刚才并未见过王子 而且公主还嘲笑王子 他就是一个前来求婚的蠢货 不过按照这里的规矩 只要王子能完成三个任务 公主就答应嫁给王子 虽然公主态度冷淡 但这里一位大臣 却非常的热情 大臣还向王子 介绍了自己的三个孙女 她们都是侍女 一个个长得妄为如画 美艳无比 谈话间 王子发现 大臣好像非常希望 有个新的国王 然而这位名叫 米拉娜的公主 却从日显得那么冷淡 特别是听闻 王子来自十字王国时 米拉娜公主 似乎有些震惊和伤感 但这种情绪 很快就被轻蔑和不懈取代 因为十字王国 只是个贫穷的小国 而公主的钻石岩王国 却有着数不尽的钻石珍宝 只是王子根本无心这些 她的眼睛一直盯着公主 她告诉公主说 她看过公主的画像 这才慕名而来 而且她的哥哥 当年也来过这里 从此就杳无印信 但公主对此一一否认 说自己什么也不知道 她随后向亚罗王子 展示了自己数不尽的钻石 她劝亚罗王子拿一些钻石 赶快离开这个地方 但亚罗王子不为所动 她来此的目的只是为了公主 亚罗王子的深情感动了公主 但让王子留在这里 公主好像又很担心她的安危 她最后只能提醒王子说 千万不要靠近钻石岩 随后王子还了解到 本来公主的王国 非常的辽阔富饶 但是自从这一代 发现了钻石矿以后 很多人就放弃了更做放牧 开始四处寻找钻石 所以王国的土地就开始荒芜 牲畜也少人照料 渐渐的王国就成了眼下这种 凋臂晃凉的样子 所以公主开出的三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放羊 对于从小受到 父亲严格教育的王子来说 放羊这种事自然不在话下 可是就在这时 一个和米拉娜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子 冲在了羊圈 故意赶跑了一只小羊 见到此人时 亚罗米尔还以为 她就是米拉娜公主 但其实她是米拉娜的卵生姐姐 戴蒙德公主 王子于是跟着小羊 不知不觉就走到了钻石宴附近 只见这里的路面布满了钻石 非常的光滑 亚罗王子看到这么多钻石 不禁有些吸引落狂 结果就在这时 他感觉有些不太对劲 随着一阵诡调的声响 碎石开始从山顶纷纷滚落 亚罗王子抄起宝剑准备自卫 结果却被吸进了岩石 他的身体不见了踪影 但岩石中依然有着他的心跳 此时此刻 另一边 亚罗米尔的宝剑开始生销 小王子斯拉夫意识到 哥哥甲罗一定是有了危险 斯拉夫于是决定 立刻前去营救兄长 事到如今 父母即便再怎么不舍 也只能放他前往 只希望他们兄弟能够平安归来 话说斯拉夫同样穿过了很多山林和草原 最后也来到了钻石岩附近 并再次遇到了那个商队 商人一见到斯拉夫 还以为他就是之前的亚罗王子 斯拉夫也没有说算此事 而且他和兄长不同 他听从了商人的建议 了解了钻石公主的一些事情 原来钻石岩国王有一对 长得一模一样的乱生女儿 后来有个王子爱上了妹妹米拉娜公主 但米拉娜却因为一时兴起刁难王子 并最终毁了王子 王子临死前留下诅咒 除非有人能完成三个任务 否则公主将永远困在这里 求婚者也将被严实吞没 直到现在 已经有很多王子挑战过任务 但他们最后全都失败 最终被严实吞没 话说小王子斯拉夫 随后还遇到了雅克王子的马和狗 在小狗的一路下 小王子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宝剑 他甚至听到了胸长的心跳 后悔没有和他一起前来 这时那只淘宝的小羊 依然留在此地 在小羊的引领下 斯拉夫见到了兄长的衣物 结果他一不小心摔下悬崖混去了过去 幸好米拉娜公主及时出现 救下了小王子斯拉夫 米拉娜也不知道真相 还以为他就是养了王子 小王子斯拉夫于是就将作就错 为了探听公主的秘密 索性就开始扮演二哥 后来米拉娜发现 王子放的羊一个也没有少 这样一来 王子的第一个挑战任务圆满成功 这时米拉娜已经爱上了雅和王子 为了他的安全 米拉娜不想让他挑战另外两个任务 只想将雅和王子锁在宫殿 永远留在他的身边 但是斯拉夫为了营救兄长 一定要挑战剩下的任务 斯拉夫生性路透不济 很喜欢和平民女子来往 他很快就赢得了这里几个狮女的放心 在几个狮女的帮助下 斯拉夫终于逃离了宫殿 看到狮女都很喜欢雅和王子 米拉娜不免有些嫉妒 而且不但如此 斯拉夫王子随后还和铁匠的女儿打成了一片 此情此景 让米拉娜公主越发的嫉妒难受 王子的第二个任务就是放马 这个也非常简单 不过第三个任务 期间为止没有人能够完成 那就是和米拉娜公主赛马 因为米拉娜还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姐姐 所以比赛时妹妹在起点 姐姐提前守在重点附近 他们姐妹莫起配合 因此根本没有人能够赢过他们 不过小王子斯拉夫非常聪明 一下子就猜到了此事 他于是趁着商人再次 打算为公主买点面料做捡衣服 只要公主穿上这身衣服 他就能分出他们姐妹俩 同时王子涵 达到阔府的改革了这里的政策 他将马匹分给了那些挖矿人 又给他们分了土地 让他们回家中地谋生 这招非常高明 很多挖矿人一直挖不到钻石也挺灰心 这下白德拉土地和马匹自然愿意回去谋生 但是米拉娜公主也很聪明 他故意选择了两种面料 然后割取一半 将其裁剪成了两套完全一样的衣服 王子见此 知道衣服已经无法分辨出两姐妹 他于是将兄长亚罗王子的戒指 送给了米拉娜公主 公主很喜欢亚罗王子 非常愉快地就戴上了戒指 在最后的挑战开始前 斯拉夫终于告诉了公主事情 他其实是亚罗王子的弟弟 最正爱他的是亚罗王子 结果公主见自己被欺骗 立刻就恼羞成怒 两人的赛马随即开始 小王子一边跑一边解释说 他这样做只是想要救兄长 并成全他们俩的爱情 可是公主正在气头 一点也不理会小王子的解释 这次赛马本来小王子毫无胜算 但好在他准备充分 他已经提前让铁匠 将自己的马掌钉上了钻石 这样走到钻石岩时 马就不会因为光滑的路面而划到 同时他又给米拉娜带了戒指 靠着这些条件 小王子最终拥得了比赛 因为和他同时抵达终点的 并非米拉娜而是戴蒙德 这样一来 米拉娜的阴谋被识破 所以就败给了王子 因为挑战成功 钻石岩的诅咒随即解除 二哥雅克和大哥金德 也解除了诅咒 被掩饰释放 最终金德王子和姐姐戴蒙德公主 成了一对 雅克王子则和妹妹米拉娜公主 成了一对 一家人高高兴兴的回到了狮子王国 国王也立刻为两位王子 去买来婚礼 虽然小王子斯拉夫 没有得到公主 但他并不计较 因为他总是喜欢 和乡下姑娘混在一起 他想从百姓中 寻找自己的新娘 而非公主之中 电影也到此结束 该片改名字 杰克童话 两兄弟的故事 不知是电影有所删减 还是英文字幕有所出入 电影的剧情 看起来有些含糊不清 逻辑上也不太通顺 比如商人都知道 王国有两个一模一样的女儿 但王国的人 却只知道有一个公主 而且戴墨的公主 总是隐藏在暗处 除了和妹妹米拉娜公主见面 几乎不和外人联系 要想解除诅咒 王子必须完成三个任务 但公主却百般阻挠 似乎并不想让诅咒解除 所以这些只有一个解释 那就是米拉娜公主 因为诅咒的缘故 有点深目有击 再加上米拉娜性情傲慢 从不服输 所以才故意为难王子 后来米拉娜因为嫉妒 发现自己真的爱上了 养老王子 这才有了改变 从姐姐戴墨德公主的眼神中 能够看出她的无奈 可能她的性格比较柔弱 一直受制于妹妹米拉娜 所以才处处帮着米拉娜 哪怕害了自己的真心爱人 好在小王子最后挑战成功 最终解救了所有人 另外就是该片的配乐 非常阴森归绝 不再像童话的风格 当然本片的最大亮点 还是女主的扮演者 绿布歇·沙夫兰克娃 好了 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 喜欢的记得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